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在交易截止日前做了重大交易的骑士 将平均年龄30 3岁的球员换成4名平均26 5岁的年轻选手 大幅改变球队的阵容后 金座克又以18分之差踢管雷霆 一早前几周的低潮拿下2连胜 而退役球金侠克欧尼尔 Zaquil O'Neal 今天也在节目中表示 如果骑士再这样打下去 东部的球队可都得要小心了 骑士赶在交易大线前 阵容大风吹 送走爱 汤马斯 Isera Thomas 弗莱 Channon Fry 圣伯特 伊曼 Zampatt 克罗德 J. Crowder 汉罗斯 Derek Rose 魏德 Dwayne Wade 加上2018年首轮签 换来胡人 克拉克森 Jordan Clarkson 吉南斯 Larry Nance 爵士后卫 胡德 Rodney Hood 国王后卫 希尔 George Hill 骑士的新员们来到球队才4天 只打过两场比赛 我想他们虽然不知道骑士所有的战术 不过他们绝对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詹黄 詹姆斯 Leap 就是老大 詹姆斯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如果他遭到包夹 就会分球给队友 这能让他们打得更有活力 也让他们的板凳都能拿下4050分 欧尼尔说 而欧尼尔接着说 虽然我仍然认为目前的骑士还不足以击败强有力的勇士队 不过如果他们骑士队能维持季战略打下去 有很多东部球队就都会有麻烦了 侠可欧尼尔认为骑士若能维持下去 对东部多支球队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威胁 美联社